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 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4点 再度陷入全市电力中断的窘境 这是该国自3月以来第二次发生大规模停电 有报告指出全国将近8成的地方 受到这次断电的影响 处在南半球的委内瑞拉骤短夜长 全国大停电令黑夜显得更漫长 接到没路灯 没交通灯 穿行的交通工具像是提着灯笼似的 为自己和其他车辆照明 有了三月电力停摆一周的经验 公路使用者似乎都已经很有默契地穿梭各处 一家监督网络活动的公司指出 委内瑞拉全国的互联网网络数据显示 全国只有6%的衔接度 相信全国24个省有19个全面停电 包括加拉加斯 迈克地亚机场 乘客只好在后备电源有限照明的情况下 默默等候飞机 对于再一次发生的全国大停电 人们不仅觉得出入不方便 因为公交服务选择有限 就连买东西和用水都有麻烦 委内瑞拉双包总统引发的宪政危机没有缓解之余 现任总统马杜罗将3月的大停电 归咎为美国政府蓄意展开电磁攻击所致 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则驳斥说 这是委内瑞拉政府长期不当管理输电网络 构成的断电局面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本集完